平等生活劇場 由平等機會委員會 香港電台第一台 聯合製作 阿萍,馬上收拾東西 我們要去平等機會委員會 做個故事 基哥,有甚麼事這麼急? 有個在保養公司 做了不夠兩個月的 精神病康復者 英明剛剛入職 銷售額不太高 公司其中一個管理層 竟然在部門會議 共去問他 是否還未吃藥 還要解僱他 他等待就會去平等機會投訴 好像有些團體聲援 請願 所以我們要立刻過去 行得 基哥,跟你做事真好 學到很多東西 好,我們分頭開工 好了,我做主稿 就是這個投訴和評機會的回應 你就寫副稿 介紹一下評機會 等以後再有同類事件發生 受害人都知道要去哪裡投訴 好,那就要介紹評機會的背景了 讓我看看 他們是香港的法定機構 在1996年成立 負責執行四條反歧視法例的 分別是聲別歧視條例 殘疾歧視條例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和種族歧視條例 對 另外還要介紹評機會的抱負 就是自力推廣平等 消除歧視 建設一個多元共融的社會 讓人人都可以共享平等機會 你是不是也應該介紹一下 他們的實際工作呢? 先看看 他們的工作分成四方面 第一,處理根據四條反歧視條例 所提出的投訴 以及以調停的方式 去盡力協助雙方和解 第二,宣傳和公眾教育 第三,政策倡議、研究和培訓 最後就是如果調停不成功的話 就為受歧視的人提供法律協助 檢討反歧視法律和提供指引 他們出了個歧視條例檢討報告 提出了一系列有關 反歧視條例的改革建議 這條都值得說說 知道 有進步 不用我提都知道要下這些基本資料 多謝基哥 再說 加上 加上 幾乎 長